那我们有一些人口贩卖的受害人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在被贩卖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灰色地带 所以说一些遭遇被贩卖的人的特征啊 他们受到了通过威胁武力或欺骗进行的控制 他们被要求保持不间断的联络 比如说要拿着超过一个手机 还有一个例子是要始终与某个人共享他的位置 对方要始终知道这个人知道在哪里 可能会收到昂贵的礼物啊 我经常会提醒年轻的女性们 这个事情是不是好过头了不像是真的 那实际上可能就不是 我们之前谈到过被孤立不能与朋友家人保持联系 那贩卖者不想要受害人与家人联系 不想让他们跟朋友联系 因为这个家人啊朋友们会说出我现在对大家说的一样的话 这个事情是不是不真实 或者这个人对你不好 他们有所企图 他们会想要更多 天下不会掉馅饼 还有就是挣了钱 但无法自己保留 听起来很傻 但是这是正式人口贩卖时会发生的 一个人在做工作 而其他人拿走了钱 也许大家觉得这肯定非常显而易见啊 但是对于人口贩卖的受害人来说 他们不一定觉得很明显的察觉到 打个比方啊 大家工作的时候一定会在一天结束时 或者是每两周领到工资 这是常规的工作 那如果大家不得不把正的钱交给别人时 这就不是个正常的行业 不是正常的就业 是贩卖 那如果被迫将身份证交给其他人啊 一个人的身份证不该由任何其他人保管 如果大家满18岁 就应该自己拿好自己的身份证 如果一个人不被不断被告知 要变得更好看 要更性感 头发头发坐一下 直接坐一下 要穿得更紧一点 这一类的要求 经常被限制食物和睡眠 信不信大家 有些年轻女性会被迫整夜的工作 还可以回到劳工贩卖 可能每天要工作16 18 20个小时 劳工法是禁止这样的情况的 没有任何行业可以要求大家连续工作 那么多天或者那么多小时 那再次强调 被迫为金钱发生性关系 如果有人被迫为金钱发生性关系 这是劳工贩卖 是性贩卖 口误了 不好意思 通常人们陷入性贩卖的 那我们现在说 回来说人们是如何成为目标的 当然其中一部分是发生在网上 发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此外呢 很多情况是 一个人让自己陷入这种脆弱 危险的情况 和不好的一群人混到一起 与不应该来往的人来往 周围有很多毒品啊 带枪的人 这样的环境 那 贩卖者会利用这种类型的人 利用这个环境里人的脆弱的这部分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人 贩卖者通常会针对那些 也许是与家人疏离或分别的人 需要工作 迫切需要钱的人或是虐待的幸存者 根据我们能够获得的政府数据和资源统计 在加拿大 人口贩卖最常影响的是成年女性和少女 少年和青少年 还有原住民 尽管有许多因素影响 但人口贩子最常针对的特征如下 年轻 女性 遭受过虐待和暴力的人 原住民 或者有着种族文化背景的社群 LGBTQ2加彩虹社群 残疾人士 移民或新移民 陷入财务困难 被寄养的人 不了解自己权利的人 在偏远地区工作的人 与社会援助脱节的人 人口贩卖可能难以察觉 受害人通常被迫在公共场合保持低调 因此 学会识别人口贩卖的迹象至关重要 您可能因此拯救帮助他人的生命 请留意一下情景 行为和可见的警示迹象 情景 某人近期获得了工作机会 但收到了一份他们读不懂的合同 他们必须为这个机会付钱 这份工作似乎太美好而难以置信 他们必须为此搬迁 但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详细信息 或者有人突然被馈赠了礼物或金钱 建立了亲密的快速发展的关系 可能是通过社交媒体完成 某人与朋友和家人突然疏远 或陷入控制性的关系 行为 被贩卖的人会由另一个人代替他们说话 说话方式仿佛预先排列过 可能需要随时被护送 无法管理自己的手机 无法与家人或朋友联系 经常搬家 焦虑 顺从 内向 似乎害怕惹恼其伴侣或老板 害怕官方机构 回避眼神接触 外表 人口贩卖的受害人 也许会打扮得比年龄更加成熟 穿着可能不适当当下季节 可能有受虐或被拘禁的迹象 有没有得到治疗的医疗问题 看起来营养不良或十分疲惫 或有物质成瘾的迹象 财产 人口贩卖的受害人可能几乎没有个人物品 没有银行账户或财务记录 没有护照或身份证明 或者持有虚假身份证明 没有现金或持有过多的现金 没有手机或有多部手机 或持有多个不同酒店的钥匙 本来玩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